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我们来看一下吧 事情是这样的 这位女士由于上加班需要为方便自己上加班乘坐 就到了CS店以后综合销售员和自己朋友们的意见 买了一辆智捷U6 然后办完手续满心欢喜的开回家 结果在公路上却发现怎么都开不过40码 这位女士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没开队或者是档位没弄好 但是回去Gilton的半天就是没有办法正常速度行驶 只好又开到CS店寻求帮助了 这下一直还可好了 就是汽车本身的故障问题 最后只能以免费维修为结果 说起来智捷U6也是一款神奇的汽车了 上市短短三个月就达成了3万5的销量 一度成为当时的明星汽车 但不幸的是 这样的景象在几个月后就急剧的衰退了 智捷U6在经历巅峰后马上遭遇滑铁路 不过说起来这样的结果也是有迹可循的 有两个问题注定了智捷U6的失败 一是缺乏核心技术和亮点 二是产品问题频繁出现 在上市的几个月当中 因为这些问题就丢失了大半的口碑 两个致命缺点使得智捷的失败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说起来其实国产车很多企业都有这样的问题 小编还是希望自主品牌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